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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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來了…小心 小婷, 小師兄, 她怎麼樣? 姐夫現在幫她拿一粒子彈出來 姐夫, 飛鴻她怎麼樣? 別打擾了, 讓你休息一下 我可以看看她嗎? 她流了這麼多血 我去煮豬潤水給她 飛鴻, 就是因為你們做事太衝動 才會發生這種事 那個大少天簡直是喪心病狂的 為了錢就甚麼都做得出 畢竟飛鴻是從小玩到大的師兄弟 怎麼會做這種事?簡直不是人 小婷 小婷 我們兄妹倆自從爹娘死了之後 你都一直照顧我們 小婷, 我不知道為甚麼哥哥會變成這樣 我們兄妹倆辜負了你 我當哥哥, 讓你和小師兄道歉 小婷, 你別這樣, 你先起來吧 你和小婷根本與你無關 小婷, 你先起來吧 現在飛鴻也沒甚麼事了 你別這麼擔心, 你先進去休息一下 那你先附個回房間休息吧 好, 小婷 你這個和小婷, 剛才是小婷玉如姐 你說話可否比較避忌? 做甚麼避忌, 我說事實而已 小婷, 阿歡 你們又怎麼會無緣無故去貨倉? 我們收拾了莫天龍一封信 就懷疑他私運郭寶 那就去貨倉看看 你下落, 還有, 我們有見過他和洋人交易 但我們找不到郭寶 反而如果他要搞到殺人滅口 我覺得貨倉一定有問題 黃師傅, 其實我找到的東西 不知道不知道有沒有用 這張我在他的辦公室裡找到 裡面不過是洋文 他寫著YC, 應該是指百米的意思 是指百米的貨單, 還要是一次過 訂了五百貨 阿蘇 阿蘇 天龍行有做大米的生意嗎? 我做了這麼久, 又不覺得 那為何他們突然間會訂這麼多大米 只憑這張單也不能代表甚麼 小婷, 不如我們… 阿歡 我不想再有人受到任何傷害 不是, 黃師傅, 我們… 飛龍一個手在裡面不夠嗎? 那沒事, 我先回去, 黃師傅 我送你出去, 先走, 黃師傅 我們真的就這樣算了? 那個大嘯天, 連飛龍哥也不放過 那當然不可以了 你們倆別這麼衝動 剛才才被黃師傅罵你 我們現在查了甚麼線索 又不是做甚麼, 這樣也算衝動嗎? 是呀, 你們叫打折陳彥 那我去看看吧 阿歡, 你有爆風 阿蘇, 跟我上去 好, 阿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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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你真是這麼多, 這樣也讓鑑飛鴻走了 老闆, 下一次我會小心一點 總之從今以後 行事的家伴小心 不能走樓奉盛 知道了, 老闆 這批白米怎麼樣? 應該已經找到 市郊陳村的貨倉了 這批假官米已經指老闆的分數 進好袋子, 搬到貨倉裡 那就好了 記住, 要提緊一點 這批米很重, 不可以失憂 是, 老闆 甚麼事, 老闆 阿翔, 你嚇死人了, 走吧 你怎麼把風的 差點被莫天龍看見我們了 我剛才見到大紹天 就想立刻通知你了 但你也沒說明怎麼通水 別咬了 怎麼樣?有沒有查到甚麼? 我剛才聽到他們 預備了一批假官米 假官米? 是呀, 我想和酒師過虎有關 不…不如我們再進去看看 當然不行 這麼大件事 一定要通知黃師傅 媽媽手要用提督大人幫忙 那走吧 有呀 好 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只有八米,黃師傅,沒有其他事 批判的應該是假的 真錄是留人船上舖,還沒到佛山 但是那些預備這批假官米 又有甚麼用呢? 快說 誰叫你預備這批假官米的? 我們收了人錢,只是搬貨 甚麼都不知道,大人要甚麼 有紮陽,走 走 誰 老闆 老闆, 陳尊貨倉的事 為何不交給外辦? 為何你這麼問? 老闆, 你也知道我和黃麒英 兩父子的恩怨 我真的很想親手了結他們 我辦事有我自己的安排 你跟著我辦事就聽我吩咐去做 少天明白, 大老闆 姓黃那兩父子現在安然無事 但提督大人受了傷 我怕朝廷追查了我們和威爾遜先生的事 雖然黃麒英兩父子大難不死 但幸好立民大人受了傷 都不失為一件好事 少天不太明白 朝中有自己人就好辦事 如果朝中有人反對你 做好事上來就很不方便 這次立民大人受了傷 我們少了阻礙, 還未嘗不得著 老闆真是有元件 是呀, 待會兒我們和威爾遜先生有交易 你好好準備一下 是 這次黃麒英兩父子 沒有了立民撐腰 看來他們沒什麼法寶 這個莫天龍正一路奸巨猛 幸好我們福大命大 豈不是被害死了 不過連累了提督大人 提督大人這次受了傷 一切事務, 一定由張大人接受 那莫天龍辦這事, 會更加方便 爹, 我記得提督大人說過 不過那批官尉今天就會來佛山 你猜莫天龍會不會利用這批官尉 去偷人國寶 有這種可能, 所以莫天龍這麼急於 剷除我們這些障礙 不如我們找人跟蹤一下他 看看他有什麼舉動就行了 不行, 感到太危險了 我們這次已經打草驚蛇 莫天龍對我們一定有所防範 我們這次幸好有人通風報信 才能逃過這一劫 下次別說幸運 但究竟是誰通知你離開的呢 上次西伊樂獨也是, 但是不是桂蘭 老人, 誰… 公爺, 你有信嗎 你怎麼搞的 封信是誰拿來的 我不知道, 我去還原神回來 見到一個小孩在門口裡 他說有封信交給你 謝謝 誰拿封信來的, 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你們說這個會不會又是一個狗狗 既然有這麼重要的事要通知我們 為什麼不可以光明正打一點呢 但是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 我們錯過了一個 捉莫天龍的大目的機會 不如等爹, 讓我們去查看 飛鴻, 不可以這麼衝動 我會去找提督大人商量 這件事一定要從長計地 大家經過這次的教訓還不明白 衝動只會令我們再跌人去陷阱 知道 是 剛四機還沒坐 飛鴻 莫夫人, 這麼巧, 坐 我特地來找你 聽說你們跟官兵去查案發生意外 桂蘭很擔心你, 你們沒事吧 沒事, 有心 莫夫人, 桂蘭是怎麼樣的 上次幫你們見面, 被她爹知道了 你知道她爹的為人了 所以桂蘭怎麼求我 我也不敢帶她出來見你 莫夫人, 我真想見桂蘭, 你可不可以幫幫我 我想和女兒靜靜地拜神 你們在外面等吧 對不起, 夫人, 老爺吩咐過… 我們母女和老爺作福, 你們真的想聽嗎 不敢 你們出去等得不可以 是不是我們拜神拜得這麼安樂 那我們在外面等夫人和小姐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沒事 我知道最近發生了很多事 一時說你受了槍傷 一時說火瘡爆炸 不過幸好你和黃師父都沒事 究竟為甚麼會這樣?發生甚麼事 我們最近在查一件走私案 走私? 我們懷疑是你爹把一批國寶 私運出國賣給那些人 當我們查到眉目的時候, 就被人暗算 你懷疑我爹想殺你們? 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聽到很難接受 但事實就是這樣 爹根本不是這種人 那你爹是甚麼人?你又知道嗎? 之前我爹在阿九被殺的現場 找到你送給你爹的平安符 我們懷疑兇手就是他 還有, 刺殺我爹的黑衣人 我們都認為是他 不會的… 好了…不要再談了 被人發覺就麻煩了 桂蘭, 無論如何 這件事我應該要跟你說 還說?快走吧 桂蘭, 怎麼見過飛鴻之後 整個人都呆了? 你有甚麼事你不怕跟娘說吧 娘, 他有好人會不會做壞事? 是呀, 為甚麼你會這樣問呢? 好人又怎會做壞事? 做壞事又怎會是好人呢? 如果一個人對你好好 但其實他背後 做了很多作家犯科的事呢? 桂蘭, 是不是飛鴻對你說了甚麼? 娘, 如果… 我是說, 如果爹是一個壞人 那你會怎樣? 桂蘭,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 聽了一些人怎麼說你爹 不過娘親不怕告訴你 以前為了生活 你爹的確是做過一些 不光彩的勾搭 不過那時候我們環境真的很差 所以連你也沒辦法照顧 才把你扔下, 他也是迫不得已的 你爹很多年前已經沒再做這些事了 他答應過我, 已經轉了做正行生意了 桂蘭, 她是你親爹來的 難道你也不相信她? 她親口答應過我的 我是她妻子, 我相信她 你是她的女兒, 是不是也很應該相信她呢? 這樣才是, 別想也沒什麼事了 我們回去吧 阿俠, 我站在這裡 什麼事?小姐 你給我進廚房倒杯茶 春梅, 進去廚房倒杯茶出來給小姐 春梅、東梅 你們兩個去替我買英姊水粉 你, 馬上幫我進廚房倒杯茶 我倒? 馬上 好 怎麼會這樣? 黃師傅 桂蘭 大件事了 甚麼事 我剛才偷看了爹封信 我們回去 走 救命,飛鴻,黃師傅,救命 飛鴻,飛鴻 飛鴻,飛鴻 要不要先通知黃師傅 黃師傅知道了 你以為他會讓我們這樣做 你別這麼多說了 看清楚發生甚麼事就算了 為甚麼官兵把貨物搬上船又搬下船 那個是不是大少天? 你是莫老闆的人? 我是 你們現在去換貨物上船 然後送貨物去天龍行貨倉 天龍行貨倉?為甚麼? 老闆,臨時改了交易地點,你照辦吧 他們搞甚麼鬼? 難道是偷龍傳訪? 我飛鴻,這批就是他們消息所說的廣播 他們是不是打算走? 會不會不是這裡交易的? 那現在怎麼樣? 跟著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們是大先生嗎? 我是 我是威爾順先生代表 在這裡拿貨物 我老闆約了跟威爾順先生的交易地點 不在這裡 計劃又變,你現在還給我賺貨物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威爾順先生的人? 那你又憑什麼證明的貨物在這裡? 大俊傑 你搞運國寶? 這次你還不仁宗命王? 死吧 死吧 你們怎麼要來呢? 張大人,就是他們偷運官米 大膽,殺死他們,讓他回落 死吧 大師兄, 大師兄 飛鴻, 我們中了惡天龍奸計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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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前的附近角, 威順先生 好, 至於那批鴉片 應該這幾天運到貨倉 有什麼消息, 我就會通知你 鴻天龍, 你果然在偷運個寶 你不僅走私犯盜, 還要害死我大師兄 我今天一定不會放過你 人來, 替我捉住他們 便宜 威頓 remark 我還沒什麼 雞 快 一、二、一、二、一 佛山無影響, 影響 快 撲下雙刑 撲下雙刑 刑刑 刑刑 撲下雙刑 我不會殺你 你做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 留官府來處理 王師父 莫天龍的罪證 已經清楚記錄在帳簿裡 這個人罪有應得 一早應該送官自罪 但這個人行事實物 要治他的罪 一定要有充分的證據 現在證據確鑿 請王師父 幫少天完成未能完成的事 王師父 少天對不起你 更對不起先父 權補一件事 在我知道真相之後 我真的很後悔 我對你的誤會 王師父 令到少天實在沒有顏面面對你 王師父 少天有一個心願 或者是最後的一個心願 我希望能夠再叫你一聲 師父 玉如,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想我已經不能再在你的身邊 到了這個時候 我想你也明白我最近的所作所為 是為了甚麼 原諒我不能對你說 也原諒我令你這麼傷心 因為我怕 我怕你知道之後會有危險 也怕你知道之後不讓我去 玉如我很痛苦 我痛苦是因為我用了一生大部分的時間 去恨一個我不應該恨的人 我痛苦是因為 因為我不能夠用我的餘生 去愛一個我最愛的人 是你 但我有點安慰 因為我的兒子的母親是你 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將他教導 成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字 到時候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訴他 他爹是怎樣選了一條義無反顧的路 玉如, 原諒我不能再照顧你 照顧我們的兒子 我所能夠做的 就是為你預備好以後的生活 這些銀子 就當是我對你們的補償 小婷, 因為我對黃師傅的誤會 因為我的固執 令你跟我在外面奔波了這麼多年 一個家都沒有 你會不會原諒我 也好, 在我走之前 你遇到一個關心你的人 梁寬 從他的改變 我相信我們也信任他 我都可以放心地把你交託給他 祝你們兩個白頭到老 哥, 大小天 小天, 你永遠都是我徒弟 你永遠都是我徒弟 走 我走了 莫夫人 貴雷 我上孫子 真要走 我去跟娘離開佛山 以後都不會再回來了 對不起 不用說對不起, 你沒錯 不錯的是爹, 他做了那麼多壞事 應該是在最後一集 算了, 你走 我以後不想再見到你 桂蘭, 你真的不再回來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自己的關 對了, 你的爹是對的 可是你親手抓他的 我要上船 桂蘭, 我一定會等你 無論多久都好, 我一定會等你 四瓶大馬, 打精神一點 黃師父 爹 我和他們試試試看 對了, 黃師父, 與他無關 一向他教我們功夫 不讓我們叫他做師父 對了 再說吧, 寶芝林只有你一個黃師父 對 以後寶芝林就有兩個黃師父 我爹以前是說過你沒有資格收徒弟 這也是以前的事 我來佛山這麼久, 大家見識不少 也經歷過不少事情 爹看你也成熟了不少 你既然教他們功夫 為何不明正言順地做師父 好好教他們 爹, 但是… 還有, 你好好幫我看保姿林 爹過幾天就會離開佛山 爹, 你去哪裡了? 我打算和你寶芝出國 去見識一下西方的市民 尤其是西方醫術 我希望將來回來可以中西合璧 幫助更多的人 那黃師父你一去要多久? 寶芝說學醫也要學幾年 所以我不肯到你要好好照顧寶芝林 和這群猴子 還有, 提督大人說 民團很快就會崇拜 民團教練一職就交給你了 爹, 我怕我一個人 無法處理這麼多事情 有我們這群徒弟幫你 師父你不用擔心 是呀 再說, 有我們這個大弟子在 你放心, 你說什麼大弟子 我學阿飛鴻的功夫在先 我才是大弟子 你有沒有聽過學武前後達者為先 我現在功夫比你好 我已經是大師兄了 不用說這麼多話, 比試一下 叔叔, 你去哪裡了? 我當然是進去倒杯茶 跪下給師父喝過 才叫他正式拜師 你… 你這群猴子 叔叔, 你這群猴子別動了 大家都沒辦法 老二, 吃點咖啡用 謝謝… 飛鴻, 請受徒兒林世榮一拜 對不起, 是咖啡 咖啡也行了吧 師父, 請受徒兒一拜 師父, 請受徒兒陳雅雯一拜 你不是喝吧? 師父, 這次你還不包什麼豬肉 說什麼?這樣, 站住 站住, 先說吧 說, 投出來了 阿芝, 我也很久沒來看過你 回來佛山這麼久 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我想姐夫 你也沒後悔過這個決定 阿芝, 經過了這麼多事 飛鴻已經成長了 他現在很生性 在寶芝林幫我忙 他真的長大了 飛鴻當然長大了, 二十歲了 你才覺得他是弟弟哥嗎? 阿芝, 我要出門了 這次可能要幾年才回來 阿芝, 希望你保佑飛鴻 事事順利, 身體健康 姐姐, 你可以放心 飛鴻很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至於姐夫, 在路上 我會幫你照顧著他 你照顧我?我用你照顧我嗎? 我想姐姐擔心你, 比擔心飛鴻更多 你別這麼任性, 多聽你姐夫我說 那你姐姐和我就不用擔心你 你猜我現在還是以前那個我嗎? 經一事, 掌一致 我都不用姐夫你擔心了 況且去到花旗國 你又一句英文都不懂 不靠我, 靠誰, 對嗎? 不過我告訴你, 去到那邊 如果真的要我說洋文的話 我就…No…No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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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ling Bling? No Problem 差不多而已 你算是學得多快 謝謝, 妹姐 一、二、三、三、四、三 回見了 桂蘭 飛鴻 寶姨, 寶姨 飛鴻, 桂蘭 寶姨 寶姨 怎麼回來也不寫信給我? 是你爹的意思 那爹在哪裡? 是, 飛鴻 親親, 你怎麼做? 爹 怎麼了?不是不見幾年 連爹也不認得吧? 不是, 我想不到不見幾年 爹在門口翻畫, 還穿成這樣 這幾天入鄉隨俗 我去到那邊就是這樣 爹, 你學懂什麼西洋衣術? 算是掌握得到 我這次回來想在凡山開一間西醫診所 實行中西洋的 恭喜你, 黃師傅 好, 我想我們要恭喜你們就算了 恭喜我們? 是呀, 你倆見面嘛 我想我這杯新寶茶豈不是有著了 黃師傅 爹, 你一回來就說這種話嗎? 不是嗎? 你一向都說要等他回來的 現在等到他回來, 還等什麼? 什麼?我還是回來跟飛鴻過手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們怎麼一隻二隻擋住門口 二小姐, 你回來了 媽媽 桂蘭 媽媽 真是好久 媽媽 阿鐵 阿鐵老大, 你什麼時候掉鬼子? 我不是鬼子, 我特地回來跟飛鴻做生日 給他一個驚喜 爹, 你去做什麼派? 驚喜 桂蘭 阿鐵 阿鐵 你回來就好了 夏天, 阿姨 阿姨 好可愛, 她就是夏天嗎? 你回來真的好了 我不捨不得你, 阿鐵 不捨得我就假了 不捨得壽星仔就真了 阿鐵 我媽媽, 媽媽 我不知道, 我也是剛回來的 就是讓我偷懶 我以為你招爍卡 不會 封 Child 祝你 我以為你招爬 祝師傅, 福如東海 你不馬路 壽比南山 早日成七, 早日添丁 大叔, 來… 月貴遠無岸 人工我當 躺我的血糖 納北四方 誰給我坦蕩 人手我創 肢赤手荷朗 合拍心 我為人 毫無心 意眾生 你拍火 我是我 只怕擔笑不換做錯 也不死法死對天對地 非得氣又將亦有別離